是呀 前面香港人 不知道 有一個月 毛小姐看過來 馬來西亞 這邊這邊 我是馬來西亞的 你們好嗎 是呀 我還有一張 老闆 有東西支持你 小心點 你坐下 那些油水也坐下 突然間 紅起來 原來我才是觀光景點 整天說我買東西花錢 今天就去福江的近郊 柳川, 一日遊 我要離開金錢和慾望的都市了 乘西鐵天神站到柳川站 45分鐘而已 方便得來, 由遠離凡囂 第一站, 扮一下斯文 來到柳川這麼古色古香的地方 沒理由穿一套褻褲來殺風景 先做一套狂門 出風景 既然也要偏見 在天下 走路有疑態 小地步… 走路好像賊一樣 偷東西那麼 真的很辛苦 其實我真的很討厭穿和服 說明, 古爾日和 這些衣服 因為穿上去很緊, 去廁所是很不方便的 你要捏得很辛苦才能去廁所 我現在全身有50條帶紮住了 我覺得自己是一種很肥美的種子 出街九月了, 吃不吃大閘蟹? 還有很多膏 沒有, 其實我現在… 急… 請不到 上, 撞到車 導演, 撞到你上 上, 撞不到車 Sakura… 柳村有九州威尼斯之稱 看到河那麼優美, 我又穿得那麼優美 當然坐下小船游覽一下 厲害… 好, 好, 好 上船吧, 我這麼胖會沉嗎 慢…好危險 走私人蛇, 出發了 出發了… 我們走進樹松道 好像去了亞馬遜河 這裡柳村有一條護城河 護城河四通八達, 通了整個柳村 古時家家戶戶打開的門口就是河 所以每人都有小船 慢慢有遊河觀光的活動 有五十年歷史 天然優雅, 靈靈靜靜 人結地靈 這些觀光船 其實在這裡都有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公司 負責不同的路線 你來到就可以選一條 適合你的路線的船搭 我們現在搭的就是村下的路線 接近河流的下游 就會有三個景點 這艘船最多可以坐到二十三個人 我們這位駕船先生 就叫Sutsumi先生 整艘船 都是靠他一個人, 人手掐動 他手掛起箭 如果我有多張船飛 你會不會跟我走? 他說不會 這裡環境很清幽 很有古時的風格 適合我, 醫生的造型 這間鰻魚飯店 已經有三百年歷史 他的材料保持得很好 三百年 這個鰻魚飯的煮法 已經賣了三百年 看看有多厲害 這個就是特上蒸籠鰻魚飯 盒子中間有蒸籠 燒鰻魚飯吃得多 蒸鰻魚飯很少試 好吃 好吃 是, 很好吃 這個醬汁很甜 鰻魚肉軟綿綿綿綿 很香口 但我自己覺得燒會更好吃 因為如果鰻魚飯很脆 鰻魚肉會更好吃 這裡也有燒 不過燒完再蒸 五隻 嘗嘗飯 已經上色了 因為飯是和醬汁一起蒸 很入味 好像在吃辣味飯 整個飯是蒸了兩次 首先就是飯和醬汁一起蒸熟 接著就鋪上燒好的魚 再一起蒸多一次 那為什麼飯這麼好吃呢? 因為魚油、魚汁都滲透到飯裡 基本上蒸了五十分鐘 飯很入味…很好吃 燒鰻魚就吃得多了 又蒸又燒的都吃過 但是把鰻魚連飯一起蒸 就是柳川的香土料理 就像我們吃茶樓的蒸飯 鰻魚也是日本的鰻魚 難道是旺角嗎? 不要以為柳川只有河 就算在這些農地旁 我都可以買東西給你看 厲害了 好, 找到這裡最特別的商品 就是柳子海苔醬 海苔醬通常用來茶麵包拌白飯吃 加上柳子味就要嘗嘗了 這麼大塊飯?很肥 很好吃 鹹裡面, 柳子很香 就算是工備的 加上這個海苔吃 又真的挺適合 不錯… 鹹了一點點 那碗白飯大一點就沒事了 這裡用了福江附近有名海的海苔 通常海苔有十個級別 但是它只是用頭兩個級別來做 所以是用非常漂亮的海苔做出來 這個真是九州買就最漂亮了 繼續, 都是柳子的產品 它有柳子甜的芝麻醬 柳子的Ginger Siu 生薑燒的薑 還有這些是醋 可以用來做沙律的Dressing 柳子醋 這兩個就買700日圓 就是35元港幣 後面這個就500日圓 就是25元港幣 就買到了 如果你是柳子的愛好者 就像我這樣 就可以來掃這個櫃子 我說了今天真的不買東西了 真的, 再買就斬首手了 這裡做得多漂亮 看到了, 這壇東西大家都不陌生 旅兒節 這裡就是旅兒節擺的人偶公仔 日本的旅兒節是3月3日 但是柳川比較特別 是4月3日才擺旅兒節 旅兒節在柳川是一件很大的城市 所以它的文化也比其他地方深厚 古時候只有有錢人 才可以擺放這些人偶 普通人家就擺放這些釣飾 這一吋就叫做Sakamon 它有7吋, 每一吋就有7個 你7、7、49天喝完這杯香爐灰 就會自動, 元氣發達, 自動康復 說笑而已 4和9在日本是代表不吉利的 所以加上中間兩個 就有51個了 因為以前的人都不是很長命的 過到50歲已經算是長壽了 所以它只有51歲 希望你過到50歲 就是祝福家裡的女生健康長壽 消厄解困 這個Sakamon做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柳川這裡 這隻殼和烏龜 都是代表長壽 還有這個福袋 代表你幸福、快樂 不是應該代表我有錢嗎 對, 這吋是被寶寶女掛的 但寶寶女始終會長大 長大了就要接受這個 這麼殘酷、醜陋的現實社會 對, 這吋是被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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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